我們繼續講這個《法養神聖誠》《茶經法》 這個《茶經法》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神給我的指示 神給我的教導 是幫助大家活在神的愛中的 這種《茶經法》不只是一個 就是帶領《茶經》 而是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如何在裡面得到神的幫助 這個《茶經法》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我的生命 我的屬年生命和我侍奉的特色都是 這個是我最主要的特色來的 第一就是發掘神的聖情 神的恩典心態和作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神是時時都充滿著愛的對我們 祂每一個作為 其實我們時時都聽到不同的見證 譬如我們如何經歷到神的安慰 神的幫助 神的醫治 神的安排 我們每一次聽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非常奇妙的 譬如我們這次是遇到一個弟兄 他以前是 即是他那樣工作 我想大家聽到都覺得很驚訝的 他是做妓院的 那是他有十個妓女左右的 但他說大約十天左右就要換了 為什麼呢? 被人有點伸展感 那他說是不難找到妓女的 即是有很多人想做的 因為賺到快錢 他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後來是悔改 他悔改了信耶穌 那他現在是幫那些吸毒的人 去得到醫治 得到更新 即是當我聽的時候 我覺得很神奇 這個做這些妓院工作的人 他說賺錢很快 因為他們那時候 他們一個月的人工 他一個妓女一天 他已經為他賺到這個一個月的人工 如果有十個 你看看他賺的錢 從很多人比較 真是 即是一天他已經賺到一個月 一個妓女 那他十天即是已經十倍了 那麼計三十天即是三百倍了 即是非常大的數目 但是他都會放棄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不是好 而且他很懼怕 很害怕 然後他整個生命 改變他認識耶穌之後 很大的改變 當我聽的時候 我立刻就和他攝錄了見證 所以大家有機會 將來可以見到這個見證 當我聽到見證的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神會用一些方法 神有計劃在他生命中做工 大家有沒有經歷神在你生命中做工 吸引你信耶穌 神很奇妙 然後當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神是不是一腳踢到你呢 我們有沒有試過不聽話 個個都有的 我們很多地方 可能明知故犯 講謊 得罪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會活在黃色的電影裡面 給一些吸引 或者憤怒 不饒書 所以耶穌應該知道是應該脫離的 但是總是覺得很難脫離 但是神有沒有說 你這麼骯髒我不要你呢 其實神是覺得很骯髒的 但是神依然不斷地感動 我看得到 第一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其實聖經裡面 是講了很多神那種憐憫 就是他看到人不好 其實很多人都顯出 他們怎麼不好 他們的罪 他們的軟弱 他們的不配 但是神並沒有因為他們的不配 神的聖情永遠是祝福的 他永遠是給人恩典的 而當那些人接受神的恩典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改變了 提升了 而在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神的聖情那種憐憫 也都有他的聖結的一面 還有看到神的恩典 經常祝福人 還有他的心態 那種心態 但是世上是見不到的 即是世上是沒有人 像浪子一樣回來的時候 爸爸應該正常 如果浪子所有錢都沒有了 那爸爸 他就說 懂得回來嗎 你的錢去了哪裏 搞到自己這樣 你現在知道死了沒有 可能會講這種話 就算不是說那些話 起碼掘他一眼 今晚坐下 在柴房吃飯 但是這個爸爸是跑過去 抱著他 疼他 跑過去 這個世上是沒有這樣的爸爸 所以浪子的比喻 是講到天父是怎樣 那種聖情 那種心 當你去體會那種心 他的心態的時候 你就會很欣賞 我自己呢 因為自從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經歷到神的愛湧入我裡面 我又為人祈禱 看著那些人經歷神的愛 我是很感動 我覺得很好 我看著很多人的改變 還有我自己都是很多的改變 我自己信了耶穌之後 都是犯過很多的罪 我做了牧師之後 都是犯了很多的罪 但是神就感動我 在我還原了的時候 又經歷聖靈充滿 然後我整個人改變 完全扭轉過來 雖然我很多地方聽神的話 但是我總是留在那些地方 讓魔鬼留地保 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 但是神並沒有因爲這樣而放棄我 祂沒有因爲我的軟弱而放棄我 所以我看到神的心態是非常好 還有祂的作為在那裡做是非常好 而我們看聖經是看到很多的 一會兒我們會看一些經文 看得到神的聖情、恩典、心態、作為 聖情包括他的愛和他的聖結 另外就是思想神成就 作為的心態和過程 就是說祂救一個人 不是一下子 一聲去信耶穌 是祂會使用不同的人 使用不同的環境 讓這個人的心會反省 他心會去想一些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樣 有什麼出路呢 他會去想 然後當他看到神的恩典的時候 他會思想 然後神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吸引他 就好像一個媽媽擠下衣服給一個子女 媽媽是會看到 咦? 跟他擠下衣服 然後就去找些下衣服 然後就找個款 什麼款呢 他穿是對的 然後跟他擠的時候 就一直量度著身 嘗試積了一半 或者積了三分之一 量度一下看看是否正確 再積下去 又量度一下看看是否正確 然後試完了 可能有事要改 然後最後積好了 就讓他穿了 但是穿的時候 又跟著幫他洗 怎樣掛快 或者那些衣服不懂得掛呢 是可以拔到牆了 整個過程 由頭到尾 他都一直照顧著 那個子女 那件垃圾 一直使用的垃圾 來祝福他的子女 神要祝福我們 給媽媽積垃圾 是否更加大的工程 所以當我一想 我是收拾很感動的 我是很容易感動 我是很容易 神呀你真是好 我每一次想到 其實我譬如試過一次 我跌撞到頭 我是很擔心 會不會腦震蕩呢 會不會內出血呢 會不會不同的東西呢 但是神是保守我 那我覺得是恩典來的 即是可以是很大件事 但是恩典也有不同的情況 譬如劫傷手指 被我集劫傷 是很痛 痛了幾個月的 即是說其實那個力 稍為大一些 或者應該說 其實那個力 是應該已經斷了 不過神的能力保守 那我就感謝神 我還有三個手指在那裡 還有這些手指在那裡 可以彈到結他 可以彈球 可以和人握手 是神的恩典 這個就是神的過程 每一件事我們就去思想神的 做那件事的過程 還有呢 很重要的是 從神的角度看起來 從人的角度看起來 就是 哎呀又有煩惱 又有麻煩 又不開心 又困難 又沒有錢 這樣很困難的 其實做人是困難的 因為做人整天都會有這些困難 但是呢 從神的角度怎麼樣 聖經告訴我 神會照顧麻將 都會照顧我們 神是有計劃的 有預備的 當我們這樣深信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前路不怕 但是有些人說 不知道聖經是否說得太美化呢 有些人會這樣說 可能美化了 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就想回 其實我們真的經歷過神的作為 每一個人都有幾個 經歷過神的幫助 請你舉手 個個都舉手 那就是神 就是我們經歷過 其實我們的所有經歷加在一起 我們看到神是很真的 但是都很困難 我們又說 不知道今次神會不會忘記了 或者神太遲 或者神的幫助太小呢 我們總是會這樣想的 其實我們第一天有 聖經的證據 我們知道神是真 還有神真的預言了 真的會應驗 神在我們心理中 真是做他應許的事 就是說神真的做 他答應了做的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相信 神所說 從祂的角度去看 神在祂的角度去看 神在祂的角度去看 在祂的角度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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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是沒有難成的事 祂是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兵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看萬物 就會完全不同 但是很多人看聖經也是 他看到耶穌說 不要憂慮的經文 講到神怎麼供應 但是人就會看到 唉 我們就有煩惱 找耶穌 求耶穌幫 這是純粹用人的角度 我有煩惱 求耶穌幫 希望耶穌幫我 有信心 神會幫你的 這是用人的角度去看 神的角度是怎樣的 神根本老祖之內的問題 我們未求耶穌 祂已經知道了 祂已經有計劃 祂已經定義 祂是祝福我們 祂有能力 祂有愛 去幫助我們 這就是用神的角度 神的角度 是沒有困難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於生命 和前路 和一切都會有信心 就不會說 擔心死了 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用神的角度 而很多人看聖經的 而且我會用人的角度 會說 你有煩惱 求耶穌幫你 這是人的角度 你有問題 求耶穌 只是說人的角度 人 你有需要求耶穌 但是神的角度 就是什麼呢 神一定 祂已經知道你的需要 祂已經有計劃 祂是定義祝福你的 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們用神的角度 看萬物 會覺得很有信心 和很輕鬆的 神已經在我們心裡 有奇妙計劃 每天都可以宣布你 一起跟我一起宣布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已經寫在天上的 是非常美好的 神一定祝福我的 神一定提升我的 如果我多親近神 神就將我的生命提升到高處 我就會大大給神使用 所有困難 在神來說是小事 所有困難 所有困難 背後都有恩典 你一定要給我們足夠的能力 足夠的恩典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們可以輕輕鬆鬆 養受神的 哈哈哈哈 沒有問題的 所有問題都不難的 所有問題都不難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的心態 那你就會每天都輕鬆 那你就會有力量 那其實我真的發覺 這個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教導 經常都告訴我們 神是看著我們 神是祝福我們 神是幫助我們 但是似乎很多人 只是用人的角度去看 就是用人 我需要求耶穌 這樣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我需要求耶穌 求 就好像你在很低的地位 求 希望神會幫你 就是有一種 好像從不低處 但是用神的角度怎麼樣呢 用神的角度看世界 就是神一定幫的 所以這個 查經法 和看聖經 和看生命 是非常重要 就是用神的角度 第四 就會更加對神感激 哇 神真是好 哇 真是好到不得了 很感激 很欣賞祂了 那第五 就會深信自己活在神的恩典 哇 我真是被害 我真是一個無福的人 真是很多福氣等著我 第六 能夠享受神 每天享受神 又享受生命 不只是享受神 例如有些人說 我享受神 親近神的時候很享受 不過我就不能夠享受 做工 煮飯 那些簡單 不能夠享受我的家人 我們可以一路改變的 一路對家人更有愛心的時候 就算他多怒吵 都會慢慢改變 都會有改變 那能夠開始強制生命 並且發揮生命 然後處理任何對神的壞 和負面的想法 所有對神的不好的想法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 覺得自己不配 神對我都是不看中我的 我都是十級基督徒 都是不行的 會有這種想法 但其實這些是對神的一種侮辱 神其實不會這樣想我們 好了 我現在用一些經文 示範這個查經法 然後大家 我們就會在分小組 已經給了組長 這個經文 勞加福音23章34節 大家一起讀 當下耶穌說 父阿赦免貪門 因爲他們所造的 他們不曉得 這個是耶穌上十字架之後 第一句說話 父阿赦免貪門 因爲他們所造的 他們不曉得 我們大家都聽過這句 十格七言的第一句 但我們試試用神的角度去看 神是怎樣的 神是聖結 前外的 他是聖結和前外 在神的裏面 神看到人的罪是非常之恐怖 非常之不合他的心 聖經也有講到神的怒氣 是惹神的怒氣 所以在耶穌來了之後 只有七十年 耶穌就被毀滅 接著後來再一次毀滅 猶太人就被趕散 神是有他的怒氣 神有他的聖結 但是神是充滿憐憫 這兩個同時存在 其實這兩個聖情 最主要是神是愛的 意思是你不聽話 神是 其實神是很想審判他們 神對他們有很大的怒氣 因為按照公義來講 他是很污衛的 但是神就很愛他 去吸引他們 我們看到聖經 看到他們 在秘魯的過程 神是看到他們的罪 懲罰他們 但是他又 跟著才跟他說 你去到秘魯 你就安定下來 你跟從神 神就會在那個地方祝福你 這個很奇妙 去到秘魯應該好像 被撇棄的感覺 但是神就說 在這個地方 我就會祝福你 好像我們看到大義 你才知道 他去到巴比倫的時候 在那裡神就祝福他 後來在波斯的時候 神就容許 耶穌人回去重建 聖殿和聖聖 這都是神的祝福 然後回去的時候 最後就是耶穌基督尼 真是很大的恩典 就是以色列人一邊犯罪 但是神一路一路的愛 但是最後 以色列人都是背叛 神這將耶穌神的兒子 釘在十字架上 一個很大很大的罪 真是很大的對神的抗拒 耶穌行的神跡 甚至那個核子都說 他所行的神跡 如果不是有神同在 是沒有人能夠行的 叫核子開眼 是從來沒有聽過的 就是看得到神所做的 你那裡我會去找耶穌 你所行的神跡 如果不是從神而來 沒有人能夠行的 就是看到 很多人都看到 耶穌真的是從神而來 但是他會釘十字架 如果神用他的審判 在這個時候降臨 神可能在這個 耶穌釘十字架 屬他的罪 不過神可能忽然間降下 就是譬如可能 差點黃蟲來 立即攻擊他們 或者差點野獸來 攻擊他們 就是神也可以 差點天使來 雖然耶穌釘十字架 為我們贖罪 但是神可以懲罰 或者耶穌在十字架上 也可以用他的公義的說話 判斷的說話就是 你們如果用廣東話 說得不是那麼好聽 你們沒有好死的 神可以一句說話 因為的確確 真的是這樣 耶穌都警告他們 但是耶穌用一個很 很柔和的方法 為你的兒女哀哭 因為耶路撒冷遭遇的災難很大 叫他們悔鬼 耶穌也都說定 當你看到這個災難來到的時候 你快點走 你快點逃避 耶穌一直是憐憫的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耶穌上十字架 他不是第一句審判 其實在十字架上 他沒有審判他們 他沒有說審判的說話 他只是說 射免他們 還為他們找藉口 這個的確是他的原因 因為他看失他們 所以他就會說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釘了 神的獨生子在十字架上 但當你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說 神真的很偉大 那些人這樣犯罪得罪他 他依然 心裏充滿這種瑤樹的心 而不是充滿憤怒 你們將我釘十字架 你欣住一下 你要充滿憤怒 但是耶穌所出的說話 正如他所說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欲發出善惡 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惡 所以我鼓勵大家 是從心底處去祝福人 愛人 去饒恕人 當你不是真心 從心底處饒恕人的時候 你說 我饒恕你了 當我沒事了 那些語氣 那人已經知道 你不是真的饒恕他 就是 你是 你不停的 表面而已 但是你真的搖說他 就像這個爸爸 他真的會跑去 抱著他 疼他 有些人說 這樣我做不了 不行了 這個真的是 抱著他 疼他 有沒有搞錯 他這樣對我 抱著他 疼他 他沒有可能的 其實在人來說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就是從心底處 是搖說我們 卸臉我們 在心底處去疼我們 他知道我們在罪中很痛苦 所以他為我們講完那個原因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我希望大家會想 我們的神真的充滿著一種 饒恕和感情 是好心 所以不要去怕 神你會不會捨臉我 神你會當我是十級基督佛 神真的不會的 神的心是極度的柔和 極度的謙卑 極度的愛我們 我希望大家感受到 我時時在想耶穌的愛 我心就有感動 為什麼我們的神會這麼好呢 如果 因為神是怎麼樣的聖情 我們不會控制的 如果我們的神是一個很專制 很控制人的神 其實神是很特別的 跟魔鬼很大分別 魔鬼是控制的 人們被邪靈附體的時候 是會失控的 言語失控 身體失控 但是人被聖靈充滿 是隨時可以停止的 雖然有些人 他選擇不停止 他會享受 跟著他可以保留 這個聖靈的恩公在他身上 神是不控制 但是神絕對有權可以控制我們 但是神是不控制 即當我們想到 神是這麼好 這麼幼和 謙卑地去接入我們的仇 但是依然很多人誤會神 經常都說 哎 神都是不喜歡我的 我都是不配的 我都是不行的 即是心底處 會有這些想法 兵人會怎麼想呢 神都是刻薄我的 即是 有些人會坦白地跟我說 我不覺得神愛我 因為我見到困難 其實困難就是 阿當犯罪之後 神就已經說了 你耕種的時候 會地位你長出 經濟疾難 經濟疾難 這個是罪的後果 不是神給人的 是罪帶來的 因為世界跟神分開 就會有這個後果 還有世上很多的爭吵 都是因為人的罪 所以就帶來這些 這麼多的問題 但是神 是永遠是想祝福 就是想救人 脫離這種苦境 但是很多人這個苦境 就會埋怨神 為什麼你會 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呢 但是其實這個事情發生 不是神給我們 那是罪帶來的 但是在這麼多的問題之中 神依然很耐性去找我們 去尋找我們 而我們聽說 祂是一次再一次搖述 這個搖述不是只有一十字架上 祂一次再一次搖述我們 並且把耶穌的二部件在我們身上 在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我希望大家記了這個經節回去尋找回 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那裡講到 神一以拯救為衣給我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浪戴上華觀 又像新婦佩戴裝飾 講到祂恩耶華大大的歡喜 我因爲神很歡喜 因爲祂拯救為衣 拯救好像衣服在我身上 祂的公義好像一件袍 在我身上 以至我變得好像新浪戴上華觀 新婦佩戴裝飾 這麼美 我們的生命美不美 按照本質美不美 如果我們的醜怪東西走出來 我相信我們個個都很醜怪 我們個個都是很醜怪 但是耶穌都是這樣接納 並且將公義為袍給我們穿上 拯救為衣給我們穿上 即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我們就說神啊你真好 就是當我們還作罪人 你就這樣拯救我們 所以當我們想到這一句說話 耶穌講完的原因 並且是從心底處自然地的反應 釘十字架痛不痛啊 釘下去痛了 接著十字架舉起也是很痛的 因為十字架就是放平 將它釘在那裡 然後將它舉起 然後就插進一個洞那裡 第一個洞 一插進去洞的時候 整個人靠著那三口釘 也可能有些繩綁著 也可能沒有繩綁著 就將它拉上去 真是非常之痛苦的 在非常痛苦的時候 耶穌第一句說話就是 扶我射見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所犯的罪的嚴重性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得罪神 他們不知道他們釘的是 神的獨身而止 就是耶穌是充滿這種憐憫的 我希望大家回去想這句說話 就是救我們去想 就是想到耶穌那種憐述 和心底柱真誠的愛我們 接近我們 是真是世上沒有的 所以希望我們 就不要進入這個人的反面 例子 我們上一次講過 在《查經法》 我們都會講到 人的反面例子 和人的正面例子 人的反面例子是什麼呢 很多人得到耶穌赦免 是當作平凡 耶穌赦免的時間 聽過很多次 覺得很悶 沒有興趣 沒有感激的心 也都隨意犯罪 踐踏耶穌的寶血 聖經講到 那個回應是非常弱 甚至就是 付出一些都不願意的 付出祂的生命 付出祂的時間 付出祂的金錢 去服侍主 很多人覺得 很多人覺得 很多人覺得是什麼呢 神要我交換 祂救我 就想我做事 就是用這些 去想神 用一些很醜惡的方法 就是講到神交換 做一些事情 令到我們去 為祂做一些事情 或者很多時候 人都會對神 有一種負面的想法 但當我們看到神 那種恩典的時候 我們真的 真的心被恩感 真的心被神感動 看到每一件事 就是任何一件事 我發覺 從耶穌的救贖 和萬物 我都看到神的愛 我去到宣教的時候 我看到 很喜歡我看到的 就是那些 母雞帶著雞仔 我很喜歡看到的 看到這些動物 照顧那些小動物 我覺得很喜歡 就是神所創造的萬物 都表現出愛出來的 鱷魚 這個是在動物電視上有看的 那些牙很厲害 但當牠擔著鱷魚仔的時候 牠不是擔一隻 牠一隻 然後又拿另一隻 又三隻 一炸鱷魚仔在口裡 為什麼呢 牠要盡快把鱷魚仔搬到下面 因為鱷魚仔一開始出來 就會開始有動物來搶食 而水也有動物想吃 綠地也有想吃 牠就會盡快把鱷魚帶下 然後上去 又再 又拿一堆鱷魚 然後在那裡照顧牠們 而在那段時間 當牠生蛋之後 牠就會在那裡等 沒有東西吃 捉不到東西吃 就是餓著肚 餓著幾十天 還有那些烏鷹 有些烏鷹是吸血的 就走到牠的眼裡 就在那裡吸血 所以牠的眼就會腫了 但是神做的動物 牠會有這種的愛 其實當鱷魚仔小隻的時候 牠記不記得媽媽做了些什麼呢 這個是神放在牠裡面的本性 就是由這些我們看到神的愛 還有我們次次經歷神的恩典 是神的愛 我們祈禱可以經歷神的愛 越看的時候 越被神的愛激勵 我們就生命改變 希望我們真的從心底柱 從心底柱感激 不是表面感激 真是神的 唉 有你真好 我希望大家現在黑了眼 你跟耶穌說 耶穌有你真好 你敢接納我 你敢完全卸臉我 求你幫我真心相信 你真是很歡喜我 真是很接納我 真是完全卸臉我 真是疼我 你很歡喜我 你興起我 你把我放在高處 我多謝主耶穌 神啊你真是好得無比 我們真是有你真是有福 有福到不得了 耶穌我們有你真是有福到不得了 我們的福氣真是多到不得了 Hallelujah 希望我們今晚回去會用時間去多謝耶穌 因為路上經常都多謝耶穌 我一想到耶穌就歡喜 希望我們每個都有勇的心 好了 這是另一個經文 非常好的 以賽書46章3至4節 很靚很靚的經文 以色列家 一切不成的要聽愛而 你們自從生下就由我保護 自從出胎便由我懷猜 直到你和年老我迎者贏 直到你和法白我迎懷猜 我已做作也必保護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在以賽的時候 其實以色列人受了很多的攻擊 很多的傷害 他就說 因為神懲罰他們管教他們 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話 以賽就說 以色列家一切如誠 只剩下他們聽我說 你剩下你覺得好像好沒有希望 但是你自從出生 就蒙神保抱 神就抱著你 你出胎就蒙我懷猜 抱在我懷猜 直到你們年老我迎這樣 直到你們發白我迎懷猜 我已做作 做作即是創造 亦都一直會保抱你 這個字呢 保抱在原文 這個字可以翻譯做抱 亦都可以做承 承擔起 承擔起 我會抱著你 我會拯救你 在這裡講到 所以神幫助我們有寶寶的時候 其實還未出生的時候 一直到我們年紀老的時候 收集結束 有了 寶寶 在那時候 我真的可以提醒對 從大學